1.福登曼城刚满18岁的福登,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慈善盾比赛中首发出场,直接助攻阿奎罗打破将军,并且贡献全队次高的三次关键传球仅次于阿奎罗,在德布劳内和希尔瓦不在的时候,他已经是球队的组织王牌。 他的表现还得到了英格拉民宿费迪兰德的赞许,上赛季这位天才小将就已经在瓜迪奥拉手下,得到了在英超和欧冠出场的机会。 如今看到他的出色状态,瓜迪奥拉之言,福登为英超连赛做好了准备,上个赛季他就准备好了,现在他又积累了一年的经验,这对我们非常棒。 二,若日尼奥切尔西26岁的若日尼奥不算新兴,但是在英超市新人,出生于巴西的台拥有意大利国籍。 在纳布勒斯的四年里,若日尼奥表现出色,成为炙手可热的中场,和尤文,黄马,麦莲都传出过绯闻,但是最终他选择了加盟切尔西,把布雷加斯年纪渐长。 蓝军需要若日尼奥,这种,能够拿球组织,有灵性的球员,现在借他的加盟能否给蓝军带来转变,让人期待。 三,托雷拉·阿森纳惊吓,艾美里入主后的阿森纳赤兹3000万欧元从方普多利亚,也见了乌拉回年轻中唱托雷拉。 这位在世界杯上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个子套腰选择了11号,体能充沛,不概念谎,跑动积极和抢断凶狠是这位年轻后摇的标签。 出生于1996年的托雷拉·加蒙阿森纳后,甚至,因为自身的领袖风范,成为球队的候选对战之一,他的加盟能否提升枪手的硬度,为球掌球场带来属于自己的坎特,成为枪手拥短门最关注的焦点。 4. 腾姆·戴维斯·埃福顿出自埃福顿行星的戴维斯,刚满20岁,却已经赞上赛季位泰北腾出场43次,其中联赛首发26场,贡献了两次进球和两次助攻,作为球队的中场核心。 他在中场的冷静程度有如老将一般,虽然换帅不久的埃福都还处在动荡期,但是托姆·戴维斯毕竟是新帅马尔克·喜尔瓦手中的重要版图。 5. 斯科特·麦克托尼内·曼联出生于1996年的麦克托尼内,上赛季已经在曼联获得了出场机会,甚至在欧冠联赛首发出场,而他的表现也得到了马蒂奇和莫里尼奥的赞赏。 3年前还只有不到1米7的身高,但是最近这两年,找到了将近25厘米,如今已经有193厘米的高度,上天后腰的麦克托尼内有受腰的牵制,而这正是曼联主帅莫里尼奥喜欢的类型。 曼联虽然有伯格巴、马蒂奇、埃雷拉、贝莱尼四个知名后腰,但除了伯格巴,其余几任年纪都已经接近30岁。 曼联虽然是球队的未来。